空气就比较新鲜爽快些 那是从铁眼上吹来的 但监狱走廊里却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污浊空气 里面充满憨赏 伤寒 菌类以及 梅胶油的一些臭味 不论谁一进来都会感到郁闷和沮丧 女看守虽然已闻了这种污气的习惯 但从院子里一进来也免不了有这样的感觉 她一进走廊就觉得浑身无力 昏昏欲睡 牢房里传出女人的说话声和光脚板的走路声 喂 马斯洛娃快点 别磨磨蹭蹭的 听见没有 开手掌对着牢门一顿吆喝 过了两分钟 一个个子不高 胸部丰满的年轻女人身穿白衣白裙 外面套着一件灰色球袍 大步走出牢房 敏捷地转过身子 在看守掌旁边站住 这个女人脚穿麻布袜 外面套着囚犯穿的棉鞋 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 虽然有意让 挤搓乌黑的病发 从头巾上露出来 她的脸色异常苍白 仿佛储存在地窖里 土豆的心芽 那是长期坐牢人的通病 她那双短而阔的手 从球袍宽大领口里 露出来的丰满脖子 也是那样的苍白 她那双眼睛 在苍白无光的脸庞下衬托 显得格外乌黑发亮 虽然有点浮肿 但十分灵活 其中一只眼睛 稍微有些斜视 她挺直身子站着 丰满的胸部高高隆起 她走到走廊里 微微仰起头 盯住看守掌的眼睛 献出一副 唯命侍从的样子 看守掌要关门 一个没带头巾的白发老太婆 从牢房里 探出那张眼里 苍白而满是皱纹的脸来 老太婆对马斯洛娃 说了几句话 看守掌就对着老太婆的脑门 推了牢门 把他们隔开了 牢房里响起了女人的哄笑声 马斯洛娃也微微一笑 向牢门上装有铁栅的小窗洞 转过脸去 老太婆在里面凑近洞口 哑着嗓子说 千万别跟他们啰嗦 咬定了别改口就行 只要有个结局就行 不会比现在更糟的 马洛斯娃晃了晃脑袋说 结局当然只有一个 不会有两个 看守掌 煞有介事的 摆出长官的架势说 显然自以为说得很俏皮 跟我来 走 老太婆的眼睛从洞口里消失了 马斯洛娃来到走廊中间 跟在看守掌后面 急步走着 他们走下十楼梯 经过此女间 更臭 更闹 每个洞口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的南尖 走进办公室 办公室里已有两个持枪的 押送兵等着 坐在那里的文书 把一份烟味很重的公文 交给一个押送兵 说带他过去 那押送兵是下城的一个农民 红脸 有麻子 他把公文 噎在军大衣的翻袖里 目光对着那女犯 笑嘻嘻的 对他挤了挤眼 这两个士兵 押着女犯 走下台阶 向大门口走去 大门上 一扇门便打开了 两个士兵 押着女犯 穿过这道门 走进院子里 再走出围墙 来到十字铺成的大街 马车夫 小店老板 厨娘 工人 官吏 纷纷站住 好奇地打量着女伴 有人摇头 心里想 瞧 不像我们那样 规规矩矩的做人 就会弄到这个下场 孩子们恐惧地望着这个女强盗 唯一可以放心的是 他被士兵押着 不能再干坏事了 一个乡下人 卖掉了煤炭 在茶馆里 喝够了茶 走到他身边 画了个十字 送给他一戈笔 女犯脸红了 低下头 嘴里喃喃地 说了句什么 女犯察觉 向他设来一道道目光 并不转过头 却悄悄地 挟视着那些 注视他的人 大家在注意他 他觉得高兴 这里的空气 比牢房里清爽些 带有春天的气息 这也使他高兴 不过 他好久没有在 十字路上走路 这会儿 他又穿着笨重的球鞋 他的脚感到疼痛 他瞧瞧自己的双脚 竭力走得轻一点 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 店门前有许多鸽子 摇摇摆摆走来走去 没有人来打扰他们 女犯的脚差点碰到一只灰瓦鸽 那只鸽子拍拍翅膀飞起来 从女犯耳边飞过 给他送来一阵清风 女犯微微一笑 接着想到了自己的处境 不禁长叹了一声 女犯马斯特洛娃的身世 极其平凡 她是一个未婚的女农 女农奴的私生子 这女农奴跟着 饲养伤口的母亲一起 在两个地主老姑娘的庄院里干活 这个没有结过婚的女人 年年都生一个孩子 并且是按照乡下的习惯 总是给孩子行洗礼 然后做母亲的 不再给这个违背她的心愿 来到人间的孩子为难 因为这会影响到她干活 于是孩子不久就饿死了 就这样死了五个孩子 个个都行了洗礼 个个都没有吃奶 个个都死掉了 第六个孩子 是跟一个路过的吉普赛人生的 主播再过五分钟下线 改天再读 改天再给大家读 今天先到这里 主播再过五分钟下线 我们下线 音乐模式 主播带过四分钟下线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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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5 4 3 2 1 时间到 直播下线 咱们下次直播再见